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中场 全场都在盘下游走 最终是下跌350点 即便跌是有收敛 不过还是大跌超过350点 那对于这段时间 今天大盘一开就直接开低 而且直接灌破了半年线 到底原因何在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 无非怎么样 是在我们放假这四天的一个过程里面 美股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拉回 尤其礼拜一 尤其礼拜一美股出现了一个大跌 那为什么礼拜一美股要出现大跌 那最主要市场都在解读 是因为中国的恒大地产的 这样的一个引发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效应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造成美股的大跌又如何如何 甚至于还有人担心 恒大是做地产 我来这个引发出来 跟当时2007年 当时房地美 房利美 后来引发怎么样 引发雷曼兄弟的金融海啸 好像有点累死 所以现在开始有一些 四字而非的一个言论 大家就很担心 那不得了 那这样子 如果说恒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扩大之后 会不会引发另外一次的雷曼兄弟的一个 所谓金融海啸的一个事件 那除了这些利空以外 再加上我们说这个礼拜 还有另外一个重头戏 就是FED 它要进行所谓的FOMC的一个利率决定会议 那按照惯例 现在大家都在看 你FED 你美国联准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高通膨的压力 你要不要讲升息了 至少你要缩减购债 这是势在必行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说 你要很快的说还是慢慢说 什么时候开始说 这些都是市场的一个变数 所以大家都在看 那也就是说 在观望气氛本来就非常浓厚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市场上又一堆大的一个 所谓的联想 认为说这个恒大的一个事件 会引发另外一波的 所谓雷曼兄弟的金融海啸这样的一个事件 所以造成在这段时间 不管港股也好 雅股也好 美股也好 国际股市几乎怎么样 全部的都是下跌 那如果说我们在放假时间 国际股市全面的一个下跌 那今天我们补跌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不乃德西 那我们在放假人家再跌 那现在我们放假回来当然先跌 很正常 重点在于说 到底整个事件 就恒大来讲 这个事件会不会引发另外一波的 所以雷曼兄弟的金融海啸 其实我们很客观的来看 第一个 还记不记得 雷曼兄弟当时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滚雪球的方式 甚至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为什么 是不是最初是因为 房地美 房利美 这些所谓的次贷的一个市场 当时房地产的一个泡沫 泡沫以后 是不是造成一些刺激的一个贷款 再加上衍生性的一些金融商品 它的一个价格怎么样 大幅的一个下跌 那当你这个衍生性的商品 金融这个所谓的一个商品 大幅的一个下跌 还有你本身 这些所谓的次级贷款的一个 所谓的资产的一个下跌 是不是会引发 你的一个相关持有的 这些债券的 这些所谓的公司也好 金融机构也好 它的一个资产会大幅的缩减 对不对 这第一个 当时是因为房地产的一个泡沫 造成刺激贷款 造成衍生性的一些金融商品 价格大跌所引发的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雷迈兄弟 全美国五大 前五大投资银行 投行其中一个 规模之大 你可想不知吗 全美国 已经是全世界的金融的一个龙头了 再加上它又是美国里面前五大 你想它的规模之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它出现了问题 因为它持有这么多的一个刺激贷款 还有一些我说过的相关性的 衍生性的金融性的商品 有没有 那当你这些我的资产大幅的一个下降之后 是不是 因为当时有很多就是很多金融机构 就是你买我的 我买你的 大家教他 去做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这些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那你当雷迈兄弟出 所谓的出事之后 或者说危机浮现之后 是不是大家怎么样 会怕 然后怎么样 会挤兑 所以说大家这种情况 当时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 因为雷迈兄弟的一个影响 他怎么样 他会有倒闭的危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会如滚雪球一般的 变成怎么样 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大灾难 也就是雷迈兄弟的金融害羞 可是我们回过头看看现在 第一个 中国恒大 在中国很大了 对不对 虽然说名字有个大 在中国确实也很大 可是你去跟雷迈兄弟的规模 你比比看 那不是小屋见大屋吗 对不对 我不敢讲恒大的事件 对排面没有任何的影响 确实就短时间之内 就短线而言 它会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冲击 可是实质面 我们说过了 你现在恒大所引发的这个危机 是因为你本身 你的资金周转不灵 并不是所谓的房地产的一个泡沫 更没有引发一些所谓的相关的 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出现的价格的崩跌 都没有 所以你引发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原因 引发的一个成因 是不一样的 规模也不一样 原因也不一样 那你怎么能够相提并论 对不对 更何况你说现在恒大 它就已经没救了吗 其实就看中国要不要救 政府要不要救 它至少到目前为止 它还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跟当时雷曼兄弟 我说当时引发的是一个 所谓的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那是一个很空虚的一个东西 所以当时引发的一个状况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 你说短线会不会有影响 会 当然会有影响 不然美国在跌什么 不然香港在跌什么 可是你说会不会造成 整个趋势上的一个改变 又或者像雷曼兄弟 又造成这样的一个大幅的灾难 我认为以现阶段 我所看到的迹象 当然我们必须很客观地讲 如果说有其他新的一个事迹出现 当然我们也要密切追踪 我们不能说不可能就不可能 就太大意 不是的 但是至少我们从目前所观察到的 组合观的一个条件 我们认为现在来讲 你说要引发恒大世界 要引发成一个所谓的一个 另一次的雷曼兄弟的危机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大家必须不要 提高警觉还是要 该有的警觉性还是有 可是不要怎么样 不要过度恐慌了 这第一个 恒大事件 我认为以目前来看 不至于引发第二次的金融海啸 第二个 那就是大家所担心的 好 那这个礼拜 FOMC要开会了 那开完会之后 对于接下来 到底该如何 来进行所谓的缩减购债也好 又到底什么时候会升息 等等等等 一大堆的变数 都会在会后 慢慢的有部分的会做一个揭露 对不对 好 那其实我这样说好 缩减购债 该不该做 当然该做 你现在通膨这么的高 你又每个月都放1200亿美元的一个资金出来 当然会引发通膨的居高不下 所以该不该说 当然该说 可是怎么说 又或者说 很多人都认为说 当我现在开始缩减购债以后 这个叫做收缩资金 我再一次强调 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 什么叫做收缩资金 就当我中央银行 就是美国的联准会 我不再放钱出来了 甚至我把市场的钱怎么样 我把它收回去 这叫什么 这叫收缩资金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我现在 假设我现在1200亿规模的购债 假设如市场预期的 我从11月份开始 我变成怎么样 我减少150亿 我变成购买1050亿的一个债券 我请问各位 他如果说还是购买1050亿 没有错 他减少了150亿 可是他是不是还要拿1050亿的一个资金 出来买债券 他是不是还是把资金怎么样 往市场里面丢 只不过我没丢那么多 我没有丢1200亿 我丢的是1050亿 那我请问各位 他丢1050亿 是在放资金还是在收资金 他还是在放资金 所以很多人老是认为 我这里联准会要缩表 缩表跟收缩 所谓的一个缩减购债 那又不一样 什么叫缩表 缩表是哪天当他怎么样 当他缩缩缩缩缩 就是说 哎呀 1200亿变成1050 1050变成900 慢慢慢慢慢慢 对不对 假设你这样的速度 八个月之后 我已经不再购买任何的债券了 也就是说我联准会 我已经不再把钱撒出来去买债券 反而我怎么样 我把我先前买的债券 我开始怎么样 我开始卖给市场 那你看当我把债券卖给市场的时候 所以我开始从市场开始回收资金 这才叫回收资金 因为我把钱收回去中央银行里面的 这叫缩表 跟升息的一个概念是一样的道理 可是现在至少我认为 按照过去的惯例 在还没有所谓的一个减少购债 把这个购债规模降到零之前 第一个他不会升息 第二个他都还在买债券 你说他干嘛要卖债券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第一个时间没那么快 你真的要做一个缩表也好 你真的要做一个所谓的升息也好 那都是明年底的 最快都是明年底的事情 时间还有相当的长 一段时间 除此之外 假设 当然终究还是要升息 没有说永远在降息 要不像日本搞到最后 对不对 变成停滞性的 所谓的经济的一个状况 那就很糟糕了 对不对 所以终究也是会回到 所谓的升息的一个循环 这是必然要的 可是难道升息以后 股市就一定要崩盘吗 难道升息以后 股市就没救了吗 也不是 我们看看2014年 2017年 当时有两次都是启动升息循环 那我请问各位 你回过头去看看2017年 2014年的一个美股 难道因为这样子 然后美股就崩盘吗 没有啊 当时会有波动 会 当利空消息出来的时候 它会有大幅的波动 可是在大幅波动之后 你自己说嘛 到现在美股都还在创新高 这段时间 虽然说有震荡 前一段时间是不是还在创新高 代表整个多头的架构 即便经过了2014年 2017年 两次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循环 美股没有因为这样而崩盘 反而持续在创新高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它敢升息就代表 现在景气有一定的荣景 那如果说景气有一定的荣景 你股市有什么理由 它要崩盘 所以基于以上这两个理由 今天影响盘面 最大的两个因素 一个大家对于升息的疑虑 另外一个对于恒大地产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恐慌 我认为就目前看 都只是心里面的一个因素 不就是心里面的因素 就不会影响盘面 会 可是它不会永久 它不是一个实际性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整理过后 在震荡过后 当消息面慢慢的平复之后 终究还是要回归到 多头的一个循环里面 既然要回归到多头的循环 终究未来还是要回归多头 那么近期即便股价有出现 大幅的一个震荡 对于下一波多头要启动的时候 会大涨 会全部领头仰的股票 那近期的震荡 近期的拉回 不就是一个低阶的一个机会吗 所以我说过 形势大坏 怎么样 机会大好 甚至于有一些 先前已经领先大盘 作为一个整理的 又或者他已经整理过筹码 经过换手的股票 甚至于在今天大盘大跌 超过400点的过程里面 他却是怎么样 他却是逆势大涨 而且不止逆势大涨 甚至于怎么样 还差一点涨停盘 就好比 一七一一的永光 你有看节目的 不用我多说什么吧 这档股票 是不是上个礼拜 介绍给各位的 那这档股票 我们今天做什么动作 你看今天 开低之后 随即向上拉高 甚至于盘中一度 差异档 为什么说差异档 因为他今天 最高到27.1 涨停板是27.15 有没有差一档涨停板 开低 一路走高 几乎收在最高点 那今天这样的股票 我们做什么动作 来 先看 一七一永光 会员请在这里 加码买进 上一次 就上个礼拜 我们大赚出掉 一半的持股 在礼拜五买回 加码不够的 在这里买足 来 我们今天做的 这样一个动作 今天不管你买在这里也好 买在这里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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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究你只要有买的 今天也没有赚钱 几乎收到今天的最高点 对不对 大盘今天跌350点 甚至于盘中跌的将近 450点 为什么他大赚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先经过整理 他已经先经过整理 而且他的趋势非常的明确 筹码重新转强 当然他就拉上来 那你看 在今天转强之前 刚刚你也看到了 上次我们大赚出掉一半持股 来 上次是什么时候 上次就是9月15号 9月15号在哪 还不是这里 对不对 在这里 不好意思 9月15号在这里 有没有 当他拉出第三根掌停板的时候 当时我们认为 你已经连续拉出三根的掌停板 短线有整理的一个必要 所以在9月15号有没有 1711涌光 我们获利出清一半持股 来 为什么要获利出清一半持股 尤其当他已经拉出第三根掌停板 不看好他的未来吗 当然不是 你当然短线你有必要整理的时候 我说我从来不跟他走 你要整理我就避开 我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 所以隔天即便开高 创了波段新高之后 有没有累去两天压回 有没有 那有没有避开 对不对 有没有避开 那你避开之后 像今天又开低 有的价差 我卖在这里 现在有的价差 我买回来 是不是能够加大我的获利倍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当然买回来 上个礼拜五 其实你也看到了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就已经先买回了 那你买不够的 今天怎么样 我们今天再买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上个礼拜五 上周五 加码不够的在这边买回 你看上周五 低点在哪里 低点在242 才短短两天的时间 从288 跌到242 有没有完全避开 将近20%的一个压回 所以这里是又再一次的证明 我一直告诉各位 即便是面对现代 我说过多头趋势 它没有改变 可是短期 你终究你还是得要去观察 国际股市的一个变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该有的风险意识 你要提高 那你如何能够去规避掉 所谓的一个盘面的风险 我说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你看 有没有再一次又浮现 其实不止永光 来 有没有 上个礼拜我们做什么事 上个礼拜五 当新科来 上个礼拜五 9月17号有没有 当新科创下波段新高53.2 53.2的时候 我们在干嘛 会员请将3663新科 获利出清一半持股 你看 跟永光一不一样 永光当时我们卖在这里 后来押回 新科 当时创高我们卖掉 当天就下来了 不用等隔天 当天就下来 今天又往下开 有没有受到大盘的拖累 那你看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出一趟 有没有避开 你不要小看 这一高一低之间15% 从原本涨5% 创新高到后面变跌停板 那15% 今天又往下压回 那有没有长进 两天又长将近20% 那你在高档出一趟 当现在出现了20%的价差 你是不是随时怎么样 你是不是随时可以买回来 除了规避掉短线的修正风险 还怎么样 还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你看 如果你懂得分段操作 即便我说过现在这个盘 受到国际股市的一个影响 受到一些利空消息的一个冲击 短线上会有大幅的波动 可是你懂得分段操作 你是不是能够很安然的怎么样 度过这些盘面的一个波动 甚至怎么样 避凶趋极 为什么 除了规避修正风险 你还能够加大获利 这不是避凶趋极 所以面对现在这样震荡的盘势 我说过的最重要的操作 要有弹性 操作怎么样 要更加的灵活 讲穿了讲白话 就是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好 那至于接下来 我们刚讲了 形势大坏 机会大好 对于一些被错杀 被低估的股票 拉回 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到底该如何来准备 下一个波段 有可能会成为领头眼的这些股票 来做一个逢低承接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继续再聊 欢迎回到现场 放假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 哇 大盘怎么样 盘中跌了四百多点 收盘跌了三百五十点 让整个市场怎么样 恐慌气氛在一起 甚至于还有人担心 会不会引发另外一次的 所谓的雷曼兄弟的金融海啸 好了 我想刚刚我已经花了 蛮多的时间 因为我知道今天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很多人一定要怎么样 想东想西 怕这个怕那个的 我们现在很客观的 我们说了 恒大的一个事件 会不会引发金融海啸 以目前看起来 我认为机会不大 为什么 因为形成的原因不一样 规模也不一样 你恒大你怎么去 跟雷曼兄弟比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我说过了 以目前来讲 当时美国金融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 雷曼兄弟是一个国际性 你恒大是吗 不要说什么 不要说是国际 恒大你不要说什么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到大陆去买房地产 这有很多的限制 不是说你有钱可以买 对不对 那你说大陆人 能不能来我们这里 也很自由 很随便的来买房地产 这个也有限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会不会引发 所谓的像雷曼兄弟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金融海啸 我说过以目前来看 不太可能 那至于说 有没有后续的发展 当然我们要随时紧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该有的风险意识还是要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是要各位 顶着钢盔就往那边冲 跌下来 有买点就买 不是 你还是得看清楚 哪些股票 它的价值是被低估的 有哪些股票 它的股价是太委屈的 有哪些股票 它是被措杀 尤其现在9月22号 距离月底 还有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业内法人投信也好 业内会不会把握的最后的机会 来做一个作战 还是他要做一个结证 这个我们要从筹码的一个强弱 去做一个观察 强弱不同 当然你操作的一个模式也不尽相同 所以这个你必须去紧盯 那不管怎么样 在整个长线架构不至于改变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说过了 对于那些价值被低估 被错杀的股票 其实打下来怎么样 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来做一个买进 所以我说过 形势或许表面上看起来大坏 可是就实质上机会 它却是大大的一个未来 一个长线布局的一个机会 所以在放假之前 在放假之前 我们曾经帮各位 规划了一个中秋满月专案 有没有 那什么叫中秋满月专案 就是针对节后 中秋节过后 有机会能够成为盘面领头一样 能够有大涨空间的股票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 慢慢的来做一个怎么样 来做一个逢低的一个承接 那尤其还除了说股票 节后会大涨的股票 我们优先卡位以外 我们还让怎么样 还让大家能够从现在开始 一路到年底怎么样 168体验 一路发来体验 你不要小看我说过了 不要小看从现在 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 你光是上个礼拜 大盘跌了几天 大盘跌了四天 可是你看我们的永光 我们的中华化 更不要讲我们四趟操作的新科 我们是怎么赚的 所以从现在一路到年底 我们有多少的一个机会 再特别是趁现在 有很多股票被挫杀 被低估的时候 那更可以怎么样 更可以加大我们的一个空间 所以中秋满月专案 上个礼拜来不及的 我今天再一天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